A.S.C.P.2-121 GOS News 玄之角索 项目等級SAFE 都是這種措施 A.S.C.P.2-121被安裝在一個高度為3.5公尺的方拱框架 每一個出王月 大約28天 一個在任何宗教中具有前程信仰的低減源 將通過S.C.P.2-121被處理絞刑 以此代替勒比 期間允許訪談 任何重要的回答將被記錄 並包含在主日之中 一旦該低減源死亡 對象卻保存在S.C.P.2-121中不少於24小時 或者直到屍體完全乾燥 之後 屍體、遺骸和任何剩餘的液體 都將被從蜜蜂室中移除並焚燒 除了滿足上述條件的低減源外 最後被確認為無神論 在宗教信仰和時間的標準評分上 並且未接觸任何與重要宗教組織 或神話三觀的S.C.P.項目 異常物 G.O.I.的基因會員工 被允許接觸S.C.P.2-121 描述 S.C.P.2-121是一條繳索 由各種各樣的肉質組織組成 該組織對所有試圖獲取樣本 進行分析的嘗試具有抵抗力 從視覺上分析 該組織由韌帶、肌繭 以及一條1.3公尺的舌頭 捆綁編成神 本身被打成了一個傳統的小型結 組織結構新鮮 摸起來感覺濕潤 但是無論環境條件如何 它們都不會腐爛或變乾 若每個說望月不在S.C.P.2-121上 懸掛至少一名符合上述要求的人員 S.C.P.2-121會發出與種不明的痛苦聲音 聽起來像是驚慌失措的叫聲 以及尖叫組成的混沌雜訊 這一噪音將在24小時內 逐漸上升至137分貝 直到符合條件的個人 學用S.C.P.2-121懸掛時才會停舉 噪音也具有心靈感應的特性 任何1.7公里的範圍內 設立正常的人都能清楚地聽到 包括那些身處隔音室 或者聽覺神經性耳聾的人 任何具有虔誠宗教信仰的人 將逐漸沮喪 隨著聽取時間增長 而試圖盡早上吊自殺 如果受影響了個體意識到S.C.P.2-121的存在 他們將試圖用它自殺 即使這不是一種絕對的強迫行為 個體在不使用S.C.P.2-121的情況下自殺 不會產生異常效應 宗教人士在噪音廣播啟動時間外 與S.C.P.2-121進行物理接觸 會體驗到較輕微的相同作用 並表現出各種憂鬱疾患的症狀 伴隨自殺意念和行為的發生機率輕微上升 符合上述要求的人通過S.C.P.2-121上吊自殺時 保持清醒的時間 比使用正常套索自殺的情況下 平均長3.7分鐘 且在意識喪失前的一段時間 依舊能保持餘言能力 所說的話都帶有宗教性質 包括對各種聖人死亡的震驚和絕望 咒罵和侮辱未確認身份且不知名的神話個體 並向其求饒 有關未知神話個體的言語 表現出氣度和暴力暴復的傾向 一旦使用者死亡 身體就會變乾 所有的提議都會通過身體孔洞和皮膚毛孔離開身體 算大多數的議題會沿著身體下流 並聚成一攤 但是所有的血液都會流向S.C.P.2-121 然後被它吸乾 S.C.P.2-121最初因地平線倡議的代表 引起基金會注意 地平線倡議代表表示 由於S.C.P.2-121的具體特性和組織性質 無法破壞且不能有效控制 代表的報告表示 S.C.P.2-121在俄羅斯東北部 一個偏遠的村莊附近被發現 據稱那是一處鬧鬼的樹林 當地俄羅斯東正造的牧師 被發現使用S.C.P.2-121 處決本地的罪犯 在審訊中 他透露 將作是前任給他的委託 目的是在於安撫惡魔 使他不毀滅村民的靈魂 教會記錄顯示 自村莊建立和當地移交部落被根除起 S.C.P.2-121 已經在該區域存在了大約500年 以上就是S.C.P.2-121 簡單地說 S.C.P.2-121是一條的繳索 由基劍、牆子、舌頭等東西製成 每28天需要吊死一個有前層宗教信仰的人 否則就會發出巨大的噪音 噪音能影響宗教信仰的人 讓他們自殺 被S.C.P.2-121吊死的人 能保持意識較久 並且在期間會說出帶有宗教性質的話語 咒罵某個不明的神 文檔最後提到的地平線倡議 是一個相關組織 是森泰雅伯拉肯諸教中 各個具有影響力的教派 在1960年代晚期創建的組織 用來應對被他們製作威脅 且逐漸增多的異常活動與團體 他們以S.C.P.物品為目標 並會回修或摧毀他們 取決於每個項目在其教條中的地位 他們與大多數其他相關組織 以及基金會的關係 處於一種不斷變動的狀態 他們對破碎之神教會 和第五教會抱有強烈的敵意 並時常發生武裝衝突 對基金會和GOC的態度則變化很大 從公開敵對到有限議員合作 取決於其個體成員的內部陣營歸屬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算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的S.C.P.和主題 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,掰掰